今天臺灣本土零確診點是三十天了 創下滿月記錄 不僅是全球經驗 臺灣的防疫成效之外 餐飲業者紛紛也推出了相關的優惠活動來慶祝 包括贈送日本A5和牛 甚至還有特調飲品 滿意送贏 在澳洲五子青葡萄和茶凍上加進現打冰沙 在鋪滿歐洲進口鮮奶油製成的起司奶蓋 讓韜克邊喝邊拍照愛不釋手 清爽的 而且它重點是它裡面有果肉 我覺得很特別 企業跟政府好像感覺有合作 可以就是一起對抗疫情 民眾笑開懷 原來除了喝到網美飲品 還因為十二號就是臺灣本土零確診 滿三十天的日子 書由頭寄出連續六天 滿意送一的優惠 普天同慶 滿意送一是賠錢 可是因為三十天零確診是值得慶祝的 所以賠點小錢 大家開心是OK的 希望可以提升到百分之二十左右 直言為了慶祝下重本也不怕 問頂麻辣鍋 甚至把日本A5和牛端上桌 只要身份證號碼有520 其中兩個數字就送價值六百元的和牛 而且一人中獎全桌共享 以一桌十人計算 至少就價值六千元 大家就是為他玩進一份行李 我覺得蠻好的 後面會再加強這個期間 那讓更多的民眾可以享用到 這一塊就是比較珍貴的肉 我們目前的話業績是正當三到四層左右 在某某屋只要身份證號碼有符合指定數字 或是有跟嘉林同音的名字 就送上日本厚切和牛 幸福堂提供醫護人員全品項買一送一 這一鍋也透露 正在規劃零元優惠 想跟全民一起慶祝 台灣防疫全球盛讚 再加上本土零確診創下滿月記錄 除了全民慶祝 餐飲業者更各出奇招 想殺出一條邪路逆轉低迷的市場 借齊榮幸草生台北採訪報導